注意看 当中国大力士田涛艰难举起218公斤的杠铃后 全场观众掌声没动 现场解说更是慷慨期啊 被他强大的实力所震撼 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发生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 男子85公斤级举重决赛现场 本场比赛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拳手是 来自湖北一昌的大力士田涛 虽然他在国内这个级别中无人能敌 但本场比赛想要夺冠绝非一世 因为他今天面对的主要对手是 伊朗名将罗斯塔米和乌兹别克斯坦大力士阿利莫夫 他们两人都是本次比赛夺冠的热门选手 所以田涛想要夺冠几乎不可能 抓取阶段率先登场的是阿利莫夫 他开把重量选择了160公斤 阿利莫夫面对160公斤的杠铃 不费吹灰之力就举了起来 接下来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田涛 他选择了163公斤的重量 我们来看看田涛这一举如何 这个重量对田涛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也十分轻松的举了起来 最后登场的是伊朗选手罗斯塔米 他直接将开把重量提到了166公斤 很可惜虽然他的开把重量最高 但是没能成功举起 紧接着轮到阿利莫夫的第二把试举 他要了164公斤的重量 这一把阿利莫夫依旧非常稳健 轻轻松松就举了起来 接下来轮到田涛的第二把试举 他选择了168公斤的杠铃 咱们再来看看田涛这一举能否成功 很可惜田涛失败了 稍作休息后 田涛决定再次挑战168公斤的重量 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田涛还是没有成功举起这个重量 三次抓局仅成功了一次 这样一来的话 他的抓局成绩也就定格在了163公斤 反观阿利莫夫和罗斯塔米 则是在第三次试举中都大公告成 抓局比赛结束后 罗斯塔米位列榜首 阿利莫夫暂列第二 田涛则排在了第三位 如果在接下来的停局比赛中 田涛还不能稳健发挥的话 他的铜牌也将会不保 那么他能顶住压力稳健发挥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停局比赛开始后 率先上场的依旧是阿利莫夫 他第一把挑战的重量为200公斤 我们再来看看他这一局如何 阿利莫夫依旧格外轻松的举了起来 信心倍增的他决定乘胜追击 将重量加到了205公斤 成功了 好家伙 不得不佩服阿利莫夫强大的实力 205公斤的杠铃 依旧稳健地举了起来 状态良好的他 直接将第三把加到了216公斤 216公斤 这是什么概念 只能用四个字形容恐怖如斯 那么他能成功吗 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重量如果起来了 他也将创造亚运会的紧急起 没有了 孤出所料 在这个恐怖如斯的重量面前 最终他已失败告终 不过也锁定了一枚奖牌 至于成色 就要看田涛和罗斯塔米接下来的表现了 下面轮到咱们中国选手田涛上场 在抓取阶段处于下风的他 为了挽回烈士决定孤出一致 第一把就选择了205公斤的重量 而这个重量也是他平时训练时的极限重量 换得非常轻松 全力的向上 漂亮 虽然田涛成功将这个重量举了起来 但他的脸上并无欣喜之意 因为他离多冠还很遥远 接下来轮到希腊名将罗斯塔米 他开把就选择了208公斤的杠领 哎呀 还是有实力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当罗斯塔米在举起的时候 经脉爆起面部通红 仿佛这个重量都快把他榨干了 但是没想到 他最后还是成功举起了 这个骇人听闻的重量 总成绩依旧位列榜首 此时场上的局势对田涛非常鼓励 重压之下 田涛第二把直接加到了211公斤 田涛这把如果起来的话 再加6公斤 足球记者到374 被排到第二位 好 翻得不错 哎呀 太可惜了 田涛还是没能顶住压力 211公斤已失败告终 其料罗斯塔米第二把 挑战的212公斤也没有成功 哎呀 罗斯塔米这个状态 跟一年巴黎153的时候差的太多 这样一来的话 罗斯塔米和田涛都仅剩最后一次机会了 稍作休息后 罗斯塔米决定再次挑战212公斤的重量 那么这一次他能成功吗 我们继续往下看 哎呀 很艰难 翻得非常艰难 没有了 很可惜他还是失败了 不过他依然以总成绩380公斤位列榜首 而田涛的总成绩仅为368公斤 如果田涛想要夺冠 就必须成功举起不低于218公斤的杠率 反之如果失败了就是第四名 连战上领角台的机会都没了 218公斤是什么概念 简单点说吧 相当于四个成年女子的重量 现场所有人都认为 田涛不可能将这个重量举起来 因为这个重量已经追平了世界纪录 但是他们都低谷了神秘的东方艺 更低谷了一个中国人 那颗誓死捍卫祖国荣誉的决心 田涛依然决然地登上了举重台 决定挑战不可思议的218公斤 218这是一个平世界纪录的神秘 田涛现在的368是排在第四位章 所以最后这一把成败再次一举了 起来就是冠军 起不来就是第四 看看我们的年轻小将在这样的压力变前 能否创造奇迹 翻起来了 全力向上 成文 成文 起 起 起来了 漂亮 田涛太漂亮了 骨口拔牙 这枚金牌真是骨口拔牙 生生的 松洛斯塔米的手里抢了出来 218公斤 田涛从来没有出口过的重量 太漂亮了 真是好样的 关键是个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恭喜田涛 恭喜东卫最中队 关键是个田涛顶住了压力 立巴山西膝盖式的他立刻强底 稳稳的将218公斤的杠铃成功举了起来 最终以总成绩381公斤逆转夺筋 停举成绩218公斤 双破亚运会纪录 成为了中国举重队又一名新旗帜 朋友们 如果让你去参加举重比赛 你的开发重量会选择多少呢 欢迎大家踊跃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